我們新政府自從上任以來 面臨了國際景氣趨緩 還有油價物價的上漲 國內貧富差距的擴大 這些嚴峻的挑戰 因此我們對個團隊 秉持總統苦民所苦的指示 深入傾聽人民的心聲 而起除了充飽與重建 這一個施政的難途 在這裡面 我們為了要具體回應 民眾深切的一種期待 在擴大照顧弱勢 這一個施政的主軸裡面 就把開辦國民年金 以及推動勞工保險的年金制度 列為兩項最重要的工作 希望能夠讓470萬 沒有參加社會保險的國民 以及880萬勞工朋友們 在年老的時候可以領起到年金 驕傲地向全世界宣布 臺灣正式進入一個人人油保險的全民保險時代 這是一個跨時代的一個工作 在這項制度的落實 將使我們的社會安全體系更加周延 給人民一個最完整的保障 它的重要的時代意義 展現在下面幾個方向 第一個是讓所有目前還沒有參加任何社會保險的國人 不需要經過家保的手續就能夠納入到保障 國人只要收到繳費卡按時繳繳 就能夠在面臨老年身心障礙或者甚至於往生時 收到基本的經濟安全的保障 第二個面向 是讓所有的農民朋友們 可以在農民健康保險之外 多了一項不同的選擇 也是勞工的朋友 在代業和轉業的過程當中 也能夠持續地透過國民聯軍累積的保障年資 讓未來的保障不會縮死 第三個 就是建於我國人口的結構正在快速地變化 去向一個高領的社會 國民聯軍制度開辦以後 不僅補足了社會保障制度的一個缺口 政府也將以這個為一個基礎 再進一步地以公平正義的原則 將目前依身分別新辦的這種相關的社會保險 做一個必要的整合還有銜接 以發展我們一個更完整的 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主席 今天與各位一起在這裡見證 這樣一個重要制度開辦的歷史時刻之語 也深切地希望 期盼我們的內政部 在部長的領導之下 能夠統合中央跟地方相關的機關 共同的努力 讓這個制度能夠穩健的經營 爭取人民的信心 希望在各機關各司其職的互相支援之下 能夠讓這個制度做得好 而且能夠長長久久 永續發展下去 讓全台灣的人民 他們的福祉受到最好的保障 就是大家一起練 家旋路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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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